一千零一夜,一觉醒来七七球鸣粉,白海却淡定装傻 一千零一夜,一觉醒来七七球鸣粉,白海却淡定装傻 一千零一夜,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007好不容易完成了白海不止课题的花束 本来两人约好下班后在花房相见,可是白海临时因为其他的事耽搁 所以007只能一个人等他,没想到却在睡着后不小心大翻水杯,引起火灾 白海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但却因为小时候火灾的心理创伤晕过去了 还好莫南及时赶到,对此,莫南指责白海没有资格和七七在一起 经过这件,白海深感内疚,觉得他的爱只会让七七受到伤害 时间越久,就会缠到七七无法呼吸,他不想变成这样 于是等七七出院,他便狠心拒绝了七七,说他们根本不适合在一起 然后转身离开并把七七弄得花束狠狠摔在地上 七七被拒绝后,伤心大哭过后,又想打不死的小强重新出发 当然白海也不是真的能把七七从心底挖走,所以七七一聊,他就招架不住了 在新的预告片中,七七因为夜罪在白海家的床醒过来 七七还挺高兴,说果然酒真是助攻神器 看着窗外吃饭的白海,七七吃笑白海,还说自己有什么心理阴影 还不是被他这个兽医给治好了 七七小跑过来,拿起白海喝过的果汁直接就喝 还说以他们的关系,白海应该不会介意 喝了一口果汁,两人傻傻对视了一会 七七只好跟白海说他们俩的关系 白海是否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还说作为男生是不是应该主动点 说一些甜言蜜语,即使自己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电视剧那些花钱略下应该看过吧 听七七这么,白海相当淡定 一点波澜都不起 还相当茫然的问七七他们确认关系了 看来,附黑的缩头乌龟要来个翻脸不认人啊 可怜的七七又白高兴一场了 本文为人创,拒绝任何转载及洗稿,为者必究 不源于网络 一千零一夜,撒糖虐狗 迪丽热巴哭聊邓伦,奶呼呼,萌怕了 截至目前,电视剧《一千零一夜》已更新到第26集 虽然Willy迷妹007还没追上爱豆白海 虽然下一集又要开始虐心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更新的这几集 停后了 什么捷领带绑头发,懒在怀里手把手教学玩游戏 P1顺便当一下人行靠枕 酒后卖萌咬亲亲,吃醋忍气半夜视频查稿 偷偷探定被准岳母抓包凑一桌吃火锅 英雄就每宝座一团现实比语稳 借花艺教学名头用花语要真心 等下班送回家你送我来我送你 这么多的糖,真是光回忆都觉得甜爆了 那刷巨石的全程姨母笑就不必描述了 笑的脸都抽抽了 甜的不要不要的 不过,最甜的还是007向白海坦白好梦 手环队贫入梦的那段戏 那类名艳动人,功气十足的女王迪,突然化身成可怜兮兮,畏惧巴巴,奶生奶气的小哭包,简直蒙化了老夫的一颗少女心呢 话说,因联合默男冒称沉默,截糊了好梦睡眠科技公司调研员的来访 007对此坠坠不安,生怕白海发现真相 但越是想要隐瞒,越是心绪不宁 于是,纠结良久的007决定向白海坦白一切 然而,就在此时,周心炎竟知晓事件始末,并提前告密白海,007一下子陷入恐慌之中 他难过又害怕,还特委屈 因为自己明明都打算坦白从宽了,却被坏蛋周心炎结了胡,真是好气啊 于是,当白海找来时,007忍不住坚哭为敬 英英英,007泪眼汪汪哭唧唧,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不该用好梦手环进入你的梦,更不该假扮沉默去和睡眠科技公司的人见面 我不该进入到你的梦里,还在梦里打你,吊起来打你,打完你还吃你豆腐,还要强吻你 英英英,只要你肯原谅我,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是你想让我放弃你,是绝对不可能的 哈哈,听完007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追心忏悔和变相告白 全程忍笑忍得很辛苦的白海大人不由心思一动 顺势利用了一下自己这个受害人的优势,霸气宣告自主权 你听好了,从今以后,不许在别的男人面前喝酒 看见长得好看的男人,不许泛花池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从今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我,知道了吗? 哇哇,这醋不及防的一大碗狗粮砸过来,天战了 话说,伍利白海大人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亚洲小醋王 这种时候还不忘乔打七七,将所有情敌扼杀在摇篮中,真是厉害了 不过,我气长两米八的女王狄更厉害,一言不合就开聊 就娇滴滴的撒娇说好冷,就软萌萌的挪着企鹅布要抱抱 那奶呼呼小点啊,真是连自己听了都忍不住虎去一阵,苏倒一片呢 所以,本来就新属我妻的白海大人,心里偷着乐,脸上也掩不住笑意 抱抱抱,甜甜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